换个焦点,本地第一个使用扩展试据方式EVLOS技术的无人机 今早在赛程顺利试飞 操作人员透过视觉延展装置 在目光范围之外操作无人机执行送货任务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声称 我国已经做好准备,要成为无人机技术的先驱 凯里今早在国家技术与创新沙河 位于赛程的第三个测试基地 见证亚航集团旗下物流企业Teleport展开无人配送测试 政府预料最新技术可以扩展到电子商务以外的领域 包括像农村、偏远地区或受天灾影响的地区运送医疗物资 凯里声称在网络平台下单订购两件T恤 无人机在4分钟内就将货物送到了目的地 目前当局还会针对扩展试据技术的无人机展开6个月的监测 我认为马来西亚能带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